陈阳九 话说陈希九是江苏披县人 他的父亲陈子言是本县的名士 本县大富翁周某很仰慕陈子言的声望 就和陈家定为儿女庆家 陈子言接连几次参加科举考试都没有考中举人 家业渐渐衰败下来 后来陈子言到秦帝去游学 一去好几年没有音讯 周某对跟陈家的婚约暗暗感到后悔 他把小女儿嫁给王孝坚做了济世 王家送的聘礼非常丰盛 送聘礼的蒲丛 车马十分气派 周某因此越发憎恶陈希九的贫寒 打定主意要断绝与陈家的婚约 他去询问大女儿 大女儿却坚决不同意退婚 周某大怒 给女儿穿戴上破旧的衣服首饰 把她送到了陈希九家 陈家穷得整天无法生火做饭 周某一点也不体虚照顾 有一天 周某派一个年老的女仆 用食盒给女儿送了些食物去 这老婆子一进门就对陈希九的母亲说 我家主人叫我看看我家姑娘饿死了没有 周女恐怕婆婆羞残 勉强笑着说了些别的话 插开话题 接着就把食盒中的菜肴点心拿出来 放在婆母面前 老女仆忙足只说 不要这样 自从姑娘来到她家 哪里从她家换得过一杯白开水 我家的食物 料想老太太也没脸去吃 陈母非常气愤 声音和脸色都变了 这老女仆还不服 用很难听的话来顶撞陈母 正在吵闹着 陈希九从外边进来了 问清情况后非常愤怒 揪着老女仆的头发狠狠打她耳光 一边打着一边把她赶出门去 第二天 周某来接女儿回家 周女不肯回去 明日又来了 而且增加了人数 七嘴八舌 吵吵嚷嚷 好像要寻尽打架 陈母劝周女回去 周女泪流满面的拜别婆母 上车走了 过了几天 周某又派人来 硬逼着索要一份离婚文书 陈母强迫陈希九 写了离婚书给了他们 母子二人只盼望着陈子言回家 再想别的办法来处理这件事 周家有人从西安来 得知陈子言已经死了的消息 陈母又悲伤又气愤 得了病死了 陈希九在悲伤窘迫中 还希望妻子能回来 但过了很长时间 一点消息也没有 陈希九越加悲伤愤怒 她把家里的吉姆博田卖掉 给母亲购置了办丧事的用具 办完了丧事 陈希九就一路讨着饭 前往陕西 寻找父亲的遗骨 到了西安 访问遍了本地居民 有人说 数年前有一位书生死在旅馆里 被埋葬在东郊 现在那座坟墓已经找不到了 陈希九实在没办法了 只好白天在街市上讨饭 晚上在野地寺庙里住宿 希望能遇见一个知道父亲情况的人 一天晚上 她正经过一片乱葬港子时 有几个人拦住了去路 逼着她要饭钱 陈希九说 我是一个外乡人 在城里城外讨饭 哪里会欠人家的饭钱 这些人愤怒了 把她揪倒在地上 用买死孩子的烂棉絮塞住她的嘴 陈希九生死历劫 渐渐地快要被闷死了 忽然这些人一起惊叫说 哪里的官府的人来了 立刻就放开了手 四周变得静悄悄的 一会儿有车马到了 有人便问道 躺在那里的是什么人 立即就有几个人 把陈希九扶到车边 车中的那个人说 是我的儿子啊 饿鬼怎能这样对待他 应当把他们全都捆来 不要漏掉一个 陈希九觉得 有人去掉了他嘴里的烂棉絮 他稍微定了定神 仔细辨认了一下 车中人果然是父亲 不禁大哭着说 儿子为了寻找父亲的尸骨 受尽了苦难 没想到您如今仍然活在人间啊 父亲说 我不是生人 是因世间的太行总管 这次来也是为了孩子你 陈希九哭得更加哀痛了 父亲劝慰开导他 陈希九哭着 述说岳父家抢逼离婚的事 父亲说 不必担忧 现在你媳妇也在你母亲那儿 你母亲非常想念你 你可以暂时去看一看 于是就和西九同坐一辆车 奔驰地向风般快速 过了一会儿 到了一座衙门前 下了车穿过几道门 果然陈母在那里 陈希九痛哭得快要晕过去了 父亲劝止他 陈希九啰气着答应了 他看见妻子在母亲身边 就问母亲说 我媳妇也在这里 莫非他也成了九泉之下的人了 母亲说 不是 是你父亲接来的 等到你回家的时候 还要把他送回去 陈希九说 儿子侍奉父母 不愿意回去了 母亲说 你辛辛苦苦 跋山涉水来到这里 是为了寻求你父亲的遗骨 你不回去 那么当初你立志是为了什么呢 况且你的笑形 上帝已经知道了 赏赐给你白银万金 你夫妻享福的日子还很长久 为什么说不回去呢 陈希九低头哭泣 父亲几次催促他动身 希九痛哭失声 父亲生气地说 你还不动身吗 希九害怕了 这才停止了痛哭 询问父亲埋葬的地方 父亲拉着他的手臂说 你动身吧 我告诉你 离那个乱葬岗一百多步的地方 有一大一小两棵白鱼树 就是我埋骨之处 父亲拉着他走得很急 竟没有来得及向母亲告别 门外有一个身体健壮的仆人 拉着马在等着他 陈希九上马之后 父亲又嘱咐他说 你平日睡觉的地方 有一点钱 可以赶快置办行装回去 向你岳父追要你媳妇 不得道你媳妇 绝不要罢休 陈希九答应着走了 马奔跑得非常快 鸡叫的时候 已经到了西安 仆人把他扶下来 他刚要拜托仆人 向父母问候 那仆人和马 已经恶然无踪了 陈希九找到 从前住宿的地方 以着墙壁 闭上眼睛休息 等待天亮 他觉着坐着的地方 有块拳头大的石头 搁着屁股 天亮后一看 原来是一块银子 他买了棺木 另了车 寻找到那两棵鱼树之下 得到了父亲的遗骨 就回乡了 他把父母的遗骨合葬之后 家里穷得只有四堵墙壁了 幸亏乡亲们同情敬重他的笑形 都给他饭吃 陈希九准备到岳父家去索回媳妇 自己考虑一下不能用武 就约本家哥哥陈希九一起去 到了周家大门口 守门的拒绝给他们通报 陈希九本是个无赖 骂出的话污秽不堪 周某只好派人劝陈希九回家 愿意立即把女儿送去 陈希九这才回家 当初周女刚回到娘家时 周某当着她的面 辱骂陈希九和她的母亲 周女不说话 只是面朝着墙壁流泪 陈希九的母亲死了 周家也不让她知道 周某得到离婚书 向女儿面前一扔说 陈家已经休了你了 周女说 我从不凶悍忤逆 为什么休我 想要回婆家质问一下原因 周某又把她关了起来 后来陈希九到西安去了 于是周某就伪造 陈希九死了的消息 以断绝女儿的心智 这个凶性一传播出去 杜忠汉家里便来人商议 向周女说清 周某竟然答应了 快到迎亲的日子 周女才知道这件事 于是她哭泣 不肯吃饭 用被子蒙着脸 气如油丝 奄奄一息 周某正束手无策 忽然听说陈希九找上门来 说话很不客气 她估计女儿必死 于是就派人抬着送回陈希九家 打算等到女儿死了 就以此作为要挟 发泄自己的愤恨 陈希九回到家 送周女的人也到了 他们还恐怕陈希九 见周女病了不肯收留 刚一进门 放下就走了 邻居们都替陈希九担忧 一起商议着 抬着送回去 陈希九不同意 扶着周女安置到床上 这时她就断了气 陈希九这才感到很害怕 正惊慌失措的时候 周某只子领着好几个人 手持兄弟闯了进来 把门窗都砸毁了 陈希九逃走躲了起来 周家的人苦苦搜索她 乡亲们都为陈希九感到不平 陈希九纠集了十几个人 挺身而出打抱不平 周家子弟都被打伤 这才抱头鼠窜 周某越发愤怒 就向官府告状 要求逮捕陈希九和陈希九等人 希九准备逃走 把周女的尸首 托邻居老大娘照看 忽然听见床上 好像有喘息的声音 走近一看 妻子的眼睛微微转动了 又过了一会儿 已经能够转动侧身了 陈希九大喜 就亲自到官府去说明了情况 县令对周某的诬告十分恼怒 周某害怕了 送给县令一笔很重的贿赂 才免于治罪 希九回到家里 夫妻相见 悲喜交集 在这以前 周女奄奄一息地躺着 自己发誓一定要死 忽然有人把她拉起来说 我是陈家的人 赶快跟着我去 夫妻可以相见 不然就来不及了 周女不知不觉地 身子也来到门外 有两个人扶着她上了轿子 请客之间来到了一座官署之中 看见公公婆婆都在这里 周女就问道 这是什么地方 婆母说 不必问 不久就会送你回去 又一天 看见陈希九也来了 她十分高兴 可是见面不久就匆匆分别了 心里觉得十分奇怪 公公不知为了什么事 常常好几天不回来 昨天晚上忽然回来说 我在武夷山中耽搁了 迟回来了两天 难为希九这孩子了 可要赶快送媳妇回去了 于是用车马送周女动身 周女忽然看见了陈家的大门 就像做了一场梦一样 醒过来了 周女与希九共同回溯往事 都感到又惊又喜 从此夫妻团聚 但每日生活都无法自给 陈希九在村中开设了私塾 同时自己刻苦攻读 她常常私下里念叨 父亲对我说 老天爷要赐给我黄金 现在我家除了四堵墙之外 一无所有 难道靠教书能发家致富吗 有一天 陈希九从私塾中回来 遇见两人个 问她说 先生是陈希九吗 希九回答说 是的 那两个人就掏出锁链锁住她 希九也不知是为了什么事 过了一会儿 村里人都聚集过来 一起问那两人 才知被郡里的强盗所牵连 众人同情 希九冤枉 就凑钱贿赂差役 因此 押解途中她没有吃苦 到了府城 见了太守 详细地叙述了自己的家事 太守很惊讶地说 这是明氏的儿子 温和有礼 举止斯文 怎么会做贼 就命令解去绳索 从牢里捉出强盗 言行审问 强盗才供出是周某会买她诬陷陈希九 陈希九又诉说岳父与她结仇的原因 太守更加愤怒 立刻命人拘押周某 太守请陈希九到后衙中 与她谈论起先辈的交情 原来太守是从前的批线支线航空的儿子 也是跟着陈子言学习过的学生 于是太守就赠给他百两银子作为求学的费用 又赠给他两头骡子当作旗 使他能尝到府城来 以便考核文章 太守又对各位上司宣扬陈希九的笑形 自总督以下各官员对希九都有馈赠 希九骑着骡子回到家中 夫妻都感到很欣慰 有一天 陈希九的岳母哭着来了 见了女儿就扶在地下不肯起来 周女惊骇地问她 才知道周某已经被家靠起来 压在狱中了 周女哭着责备自己 只想去寻死 陈希九不得已 就到府城去为周某说情 太守释放了周某 并令她自己赎罪 罚她一百十骨子 又批示赐给孝子陈希九 周某被放回来以后 拿出仓里的骨子 掺上一些康笔后 用车子送到希九家 陈希九对妻子说 你父亲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 怎么知道我一定会接受 而不怕麻烦地掺进一些康笔区呢 就笑着把骨子退了回去 陈希九家里虽然小康了 但院墙仍然破败 一天夜间 群道摸了进来 仆人觉察后 大声呼叫 强盗只偷了两头骡子去 过了半年多 陈希九有一天晚上正在读书 听到敲门的声音 问了问却没有回答 就喊仆人起来去看看 门材一开 两头骡子窜了进来 原来正是以前被偷走的那两头 骡子直奔牲口炸中 全身躺汗 羞羞地喘着 点上蜡烛照着一看 两头骡子各驼着一个皮口袋 解开袋口一看 里面装满了白银 希九心中十分惊奇 不知两头骡子是从哪里跑来的 后来听说 这天晚上强盗抢劫了周家 装得满满的离开了 正碰上巡逻的士兵 追得很急 强盗就扔掉抢来的东西逃走了 骡子认得就主人的家 就一直跑回家来了 周某从狱中放回后 受刑的创伤还很重 又遭了强盗抢劫 生了一场大病死了 一天夜里 周女梦见父亲带着枷锁来了 说我一辈子的所作所为 后悔也来不及了 如今在阴间受到惩罚 非你公共不能帮助我解脱 你替我求求女婿 写封信给她父亲 周女醒了后还伤心地哭泣 希九问她 她把梦中的情景都告诉了丈夫 陈希九早就想到太行去一趟 于是当天就出发了 到了以后 准备了三生祭品 泪酒祭奠之后 就露宿在那里 希望能见到父亲 可是一夜都没有什么怪异之事 于是就回家了 周某死了以后 妻子和儿子更加贫困 依靠二女婿养货 王笑莲考试后补当了县官 因汤污受贿被罢官 全家被发配到沈阳去了 周家母子越发无依无靠了 陈希九就常常资助周祭他们 好了 这个故事就讲完了 如果喜欢就点个赞吧 谢谢